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知道我们人是很渴望要有智慧的 然后你要比人类聪明 这个它就是有这个功能 就是我们叫灵性的智慧 它里面是四大名声 所以它不是912 但是它是在中宫的一个摧彩法 就是你有一个大柴箱 然后再有一个小柴箱 然后它是有所有一切的智慧 还有这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九孕一席 然后还有一个 其实这两个 它也是在912里面的1 1就是在北方 然后这个就是要摆在北方 你知道我们人是很渴望 要有智慧的对不对 就是你要聪明吗 然后你要不要比任何一个人聪明 当然 然后你要比人类聪明 对吧 对 那这个它就是有这个功能 就是我们叫灵性的智慧 然后灵性的贵人是什么 除了人的贵人 还有一切一切宇宙里面的贵人 所以 所以呢 特别是如果你要有这个学业 增强你的那个智慧 就是还有增强你的工作上 或者人员呢 这个一定要摆放在北方崔旺二十年 嗯 嗯 就是要人员好 然后每个人喜欢 你要出名 嗯 你要出名吗 对吗 你要来被人赏识 对不对 然后人见人爱 所以呢 就是要摆放这个在北方 嗯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风水症 我叫做厉害是因为 以前我们的那个密室风水呢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种吹彩法 来来来 ok 我们拿一个来 ok 这个吹彩法 你看到吗 so 它里面是四大名声 所以它不是九一二 但是它是在中工的一个吹彩法 嗯 里面呢也是有这个四大名声 就好像一个big box 再加一个小 哦 就是你有一个大财箱 然后再有一个小财箱 然后它是有所有一切的精华 哦 那四个一定要放在中工 中工呢 是一个balance 它是镇住我们的财富 是摆放呢 哦 那你其实现在已经可以摆放了 哦 因为龙已经驾到了 哦 它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第九孕 嗯 第九孕是在阳历呢 2月4号 2024年 哦 但是现在其实你可以开始摆放了 嗯 迎接这个龙们 因为明年2020年就是甲成年嘛 然后甲成年就是我们的青龙驾到 嗯 你们就要注意哦 哦 因为我们还有更好的可以呈现给你就是 2024年要怎么样更好更旺更开心更健康 嗯 好吗 好 所以我马上要买回家 现在就放了 对啊 把它先安住这市镇 嗯 大家就可以很平 很peaceful 那去充你要做的东西 然后不要再去想这么多啦 嗯 也不用去担心屋子需要搬家 对 哎呀 我们其实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么多的这样大的改变 嗯 那毕竟我们也想要最好的办法 那我提供的就是另外一种最好的办法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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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